美国总统拜登8月3日签署保障美国女性获得生殖保健和其他保健服务的行政令 他表示这项行政令将保障女性到外州寻求堕胎的权利 确保医疗服务机构不得拖延或者拒绝跨州寻求堕胎手术及相关医疗服务的患者 此外行政令还将促进孕妇产妇医疗保健的数据收集和研究 美国女篮运动员布兰尼·格林娜今年2月在去俄罗斯参加篮球比赛的时候 带着含有大麻的电子烟入境被俄罗斯海关查获 8月4日这位WNBA全明星球员在俄罗斯背叛走私毒品罪成立 判刑9年6个月并罚款100万卢布 早前拜登政府曾公布试图用交换囚犯的方式将他带回美国 但俄罗斯置之不理 检察官弗拉森科表示 格林娜为了隐匿他携带大麻油 刻意走海关的绿色通道 并宣称没有必须申报的物品 他已对起诉罪名认罪 但表示他并非有意违法或在俄国使用违禁物品 近日洛杉矶国际机场LAX第一辆自动客运火车亮相 成为美国首个配备Innovia 300自动客运车辆的机场 此举旨在减少机场内外的车辆拥堵和交通 同时提供地铁轻轨在内的区域交通的连接 火车将在LAX高峰时段上午9点至晚上11点期间 以两分钟间隔到达车站 整体运行时间为10分钟 列车设有宽大的车门便于携带行李进出 配有大窗户可供观赏 充足的把手和12个座位明年测试使用 LAX将会有44辆火车提供运营 到目前为止 3辆火车已抵达机场维护和存储设施现场 第4辆将于本周晚些时候抵达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 8月3日以视频方式举行第31次部长级会议 决定今年9月小幅增产 将该月的月度产量日均上调10万桶 会议指出 必须谨慎使用目前非常有限的闲置产能 以应对严重的原油供应中断局面 声明同时指出 石油行业长期投资不足造成闲置产能减少 特别是上油部门投资不足 这可能导致石油行业难以应对 2023年后持续增长的全球石油需求 近期由于通货膨胀高起 多国央行加息 市场担忧经济陷入衰退或侵蚀需求 国际原油价格有所回落 但仍在每桶100美元左右高位徘徊 8月4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 在这一天许多情侣夫妻会互送礼物来庆祝节日表达爱意 数据显示七夕礼盒项链口红香水红酒等成为最受欢迎的七夕节礼物 近一周口红成交额同比增长103% 黄金首饰同比增长280% 时尚表同比增长400% 时尚饰品同比增长120% 今年的七夕消费亮点 除了制作纯手工的礼物外 七夕传统礼品如饰品 珠宝鲜花依然很受青睐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 8月1日 仅云南鲜花市场发货就超过150万只 这些鲜花从产地到消费者手中的时间不超过48小时 七夕前两天 礼品花树订单量环比上周增长近300% 北京、深圳、成都、上海、重庆、广州、杭州、苏州、武汉、西安 成为购买鲜花数量前10位的城市 11朵红玫瑰则是最受欢迎的礼品花树类型 10 Patrick Lurie 10 Patrick Lurie раз excluding 1 舞台 31 América 一 1 3 六 感谢观看